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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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G-B 那今天是日本進入黃金周的最後一個工作日 所以今天一結束呢就是五連休囉 那今年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黃金周 因為日本疫情都已經過去一年了 不過卻還是很嚴重 應該這麼說 現在是日本疫情發生開始到現在最嚴重的時候 很扯吧 呵呵 我也這麼覺得 所以日本為了怕黃金周整個大爆炸 那百貨公司呢 遊樂園啊等等的很多都休息了 像是迪士尼啊 USJ啊 百貨公司啊 都休息 那只留下超市讓人買菜 唉 我無言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一下這個日本的這些新聞喔 那日本其實現在大阪非常嚴重喔 幾乎每一天呢都有一千人上下的感染者 所以說是真的非常的嚴重啊 在大阪這個地方 那明天可能也要逃離大阪去其他的縣市 感染者比較少的縣市去度過這個黃金周這個假期 免得出門在外嘛 那 假日的時候就會想要 出去走走嘛 那如果是在大阪的話就 比較可怕 那就寧願去一些比較偏遠的地方 然後人可能比較少 然後去那邊度過這個假日這樣子 那 日本 這個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 還在說什麼 秋天難道會來第五波嗎 我都覺得 你們第一波真的有過去嗎 怎麼會在那邊 講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第四波 然後現在在講第五波 我都覺得一直都沒有變啊 就一直都感覺是第一波啊 大概是這種感覺吧 那 好啦 車站就在前面 那 來看一下呢 就是 黃金周的最後一天 那 到底社處有多少人呢 我們來看一下 喔 其實人還蠻少的耶 真的是 跟想的不一樣 因為其實 在今天之前啊 其實昨天也是放假的 所以很多人 因為昨天放假 那今天就乾脆 用個特休 就等於是有心假 然後把它多休了這一天 那這樣就可以連休七天了 這樣子 然後 來了日本之後啊 其實真的發現 日本這邊啊 他們的假日比台灣要多蠻多的 這是一種感覺啦 但應該是確實是多蠻多的 但有一些的假呢 那些假的名字 確實都還蠻特別的 就是 你會搞不懂 為什麼要放假 那 比如說 有海的日啊 有山的日啊 有綠色的日啊 有 運動的日啊 等等 有文化的日啊 就是 他們的這些假日就是 你搞不明白為什麼 它是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就是 搞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可以放假 那還蠻不錯的 就假的感覺就很多很多 其實三連休的假特別的多 基本上每一個月都會有 一週是三連休 那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看 人也太少了吧 大家都提早休息出去晚了 我是說看喔 我沒有罵髒話 因為有人說 很少看房仲介紹房子會罵髒話 所以不行 我要改 我是文明的房仲 專業度還是要有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 我家並不是什麼很高級 或者是很棒的房子 那它就是一個避風港吧 可以住 然後可以生活 那 我家其實並不是住在大阪市內 那走到車站需要花十分鐘的距離 那到公司的車程呢 大概是三十五分鐘 這個距離 對很多現代人來說 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至少我目前在大阪 看大家的接受度 他們 一般都希望是 車程十分鐘啊 車程十五分鐘啊 就可以到公司這種距離 是比較多的 那因為 基本上 通勤時間要花上 大約近一個小時喔 那我自己是可以接受 因為 日本的公司 都是會補助交通費的 所以交通費 是由公司負擔 我根本不吃虧啊 又因為我家不是在市中心 又是老房子 所以對大阪來說 算是房子大 價格便宜的房子了 那我買他的用意是什麼呢 我在四年前買了他 那因為有他 讓我又存了一次 足以買他的錢 我覺得 這就是我買他的意義 那是的 我是非常認同買房 比較好存錢 因為你少了一份房租 這是我的觀點 不過大部分的人其實 一樣是長期留日本 那一樣有這些錢 可是他們 比較不願意買距離這麼遠的 老房子 那我是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這樣的話 他就必須要一直繳房租 那存錢的速度其實就會變慢 而理想有時候 比我們想像的要更遙遠 所以他如果 第一次就想要買到自己 理想的房子呢 其實並不容易 那這可能導致他 就會一直處於在 租房的這個階段 那有的人會認為呢 買房只不過是先一次性 把房租繳完罷了 不過我在這裡還是想要 宣導我自己個人認為的觀念 那我就拿一個套房來做土地吧 我們都是算小資族 那拿一個套房舉例 假如今天我有400萬日幣 那基本上你就把它算成是 100多萬台幣 或者是用100萬台幣 其實有時候在日本買個小套房 你都是有機會的喔 那假設就是在長居車站 那我看到的是350萬的房子 那你就可以買一間套房 那因為其實350萬日幣這個不算大錢 所以家人願意幫忙的話呢 你大學生住四年 那可能出社會再住個兩年 然後覺得喔夠了 我可以回台灣了 那這個時候有兩種選擇 一種呢就是把房子出租 那第二種呢就是把房子賣掉 那我們今天就做個假設 假設這個房子真的你是用350萬日幣 去把它買下來 那它的租金其實也不高 因為房價低嘛 那它的租金可能是兩萬二 那你住了六年呢 你可能就省去了158萬4千元這個房租 那以日本的市場來看喔 當時買350萬 你六年後再賣350萬 其實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就算真的運氣不好掉價了 賣個300萬 其實你都還是有賺 所以如果自己本身住日本 有居住需求 我認為這個就是剛需 那你有這個剛需的話呢 有閒錢的話 我建議都是先買房 因為這樣子 買房策略呢 就是盡可供 退可守 怎麼說呢 你自己住著 你就省了房租 那到時候不住了 要賣掉 要租 其實你都已經是賺錢了 那這個是我一個個人的小見解 所以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其實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做個理性的討論 我覺得都是非常不錯 那當然有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350萬 我既然有能力的話呢 我就希望我替孩子買更好的 那這個時候也可以通用嗎 那我今天就是再說一個 我說的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舉例一個 一千零三十萬 一千零三十萬它的租金是多少呢 租金是六萬二 那你自己可以去算一下喔 你六萬二 你大學四年 其實你基本上你已經省了 大約三百萬的這個房租了 那你之後再賣呢 你賣個一千萬 其實你都還是有賺 所以我個人認為 如果有賢錢 一般我就是選擇先買吧 好啦 那這大概就是我 住日本 那今年是住第八年 我對日本房市的感想 那其實也是因為我買了房子之後呢 我對日本的不動產產生了興趣 那促使我日後 加進這個不動產的這個行列 那進來之後到現在 我從來沒有後悔 我進不動產這個業界 那也真的 覺得很有這個榮幸 就是 很感謝這些老闆們 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讓我在不動產 這邊 可以有一些作為這樣子 真的也很感謝大家 那我之後還會再更加努力就是 分享一些不動產的知識 其實我覺得 客人不一定要跟我買房 因為我只是希望說 我可以把這些知識呢 帶給大家 那讓大家有更好的選擇 像也有一些客人會說 欸跟我們買房好像 不安全啊 或什麼的 我覺得都無所謂 因為 其實你 來日本買房 你有很多的選擇 當然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可能買房的方式就可能變得只能是海外簽約這樣子 那變成是要委任我們這邊來做代理簽約的動作 那這個時候大家可能就會比較擔心 那我覺得沒有關係 大家就是找自己信任的不動產公司 去做這個簽約的動作就可以了 那我還是會很感謝大家就是 收看我的影片 然後給我一些鼓勵 那只要這樣子我覺得就OK了 那想跟我買房的也沒有關係 就沒有問題我都可以隨時替大家服務這樣子 好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 我要上班囉 掰掰